你死得好冤啊 真的死得好冤啊 老爷 你死得好冤啊 好冤 按照吴家祖上的规矩 谁掌有给侍义堂的大印 谁就是吴家的大当家 统领东西南中四月二年 大当家 不行 这怎么行啊 老爷正是这个意思 不行不行不行 我哪有这个能耐 再说了 这二叔 三叔 四叔 他们也不会听我的呀 二爷既然把这大印交给你 就自有他的道理 至于二爷 三爷 四爷 你有这诗一堂大印在说 不怕他们不听话 爸 真的死得很冤啊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 老爷 爹 我回来了 既然你把十一堂大印传给我 那我就认吧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行不行 但是行 我要上 不行 我也要上 不行 我也要上 为了你的信任 也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 你说什么 你啊 冬月有后了 老爷 真的啊 老爷听到了吗 老爷 老爷听到了吗 吴家的东源有后啊 人是复兴中的万青啊 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爹 我不是在心 我知道 我走南窗没那么多年 我心里有书 爹 长漫 爹 我准备要回吴家东源 冬月 现在什么都没了 唯一能撑的人就是我了 如果我走了 冬月就彻底败了 武萍在九泉之下 一定不会瞑目的 吴卫文临终前 把这个交给了我 他让我来做 吴家的大当家 你 做吴家大当家 就冲着这份信任 我也不能走了 你傻呀 你真做了那什么 吴家大当家 那就陷在这里了 再也走不掉了 爹 我已经走了 为什么 我肚子里有孩子了 我要把这孩子生下来 把他养大 让他接管吴家东源 重振吴家东源 将来 我还要把这世宜堂的 大印传给他 你也留下来 别走了 爹 我留下来 陪你一块儿守寡呀 休想 我要是留下来啊 那也是为了陪我外孙子 爹 你一定是个好外公